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紫藤有一种独特又迷人的香味 吸引了很多木蜂 木蜂以前叫花蜂 体型壮硕 常在各种花上看见 有遮振 但是很温和 不去惊扰它 不会攻击 它们是独居的 会在木头或竹子里钻洞坐窝 遇到了一只黑蜂蝶要产卵 如果看到蝴蝶 在叶子附近不停徘徊 十之八九 就是要产卵了 嘿嘿 新鲜的黑蜂蝶卵 这是双面刺 蝴蝶妈妈会细心的把卵 产在baby的石草上 这个季节还会遇到漂亮的 成代蓝蛇 在都市也可能见到哦 很多人以为它是蝴蝶 蝴蝶跟鹅 我们可以从触角分辨 蝴蝶的触角末端膨大 我们乘坐惊叹号状 鹅的触角有丝状 也有羽状 这也是春天可以见到的 红木天蝉鹅 我们欢迎萤火虫博士 吴嘉雄博士 老师好 这里其实是台北市的 杏益区虎山自然步道 先打开我们这个头上很厉害的 银火虫保护灯 你现在是闪光的 对 再切一下 我想说我怎么在闪 很特别 一般人很常看到橘色的灯 这个橘色就是特殊的波长 为了保护我们不要去影响 我们先趁天黑前 去右边的虎山西步道走走 蝴蝶就是水生银火虫要吃的 要吃的 对 水生萤火虫的幼虫生活在水里 所以干净的水质是很重要的 陆生萤火虫幼虫 则是生活在潮湿的地方 萤火虫幼虫 长得蛮像外星生物的 尾部有吸盘 可以附着固定 然后像毛毛虫一样走路 水生的萤火虫幼虫会吃螺 陆生的吃蝸牛 我们来看博士记录的精彩影片 这只山窗营幼虫吸附在蝸牛壳上 等蝸牛一出来 就用大饿注射毒液 然后蝸牛就缩回去 蝸牛会用有力的肌肉夹击入侵者 也会分泌粘液当防御武器 所以幼虫要小心 有耐心的跟蝸牛缠斗 不可以笨笨的直接开吃 那就换自己被打包了 我们看蝸牛努力想把幼虫甩下来 但是幼虫又吸盘吸附得牢牢的 好像牛仔挑战赛 这样的缠斗可以持续很长的时间 最后等蝸牛筋疲力竭 年益也差不多用完了 幼虫就可以安心大吃啦 还整只钻到人家壳里面吃 所以萤火虫还可以帮我们吃掉 一些农业有害生物 回到湖山西部岛 水面有好多只水敏 就是小时候 我们以为是蜘蛛或是大蚊子 在水面溜冰的那种昆虫 它都跳走了 我记住真好 虾油超快的 你看 另外那只是什么 两只都是 我捞到水敏跟虾 捞到一只水敏baby 圆圆的好可爱啊 仔细看人家是六只脚的 不是蜘蛛 它们在陆地上可以撑多久 很久啊 它是用气管呼吸的啊 不是用塞 嚇到 水敏不只会滑水 在陆地上也很灵活 还可以从水面起跳都没问题 派洋鬼故事 进入萤火虫区 进入这里就需要自己的照明设备了 那可能大家也会想知道说 那这个头灯其实外面是买不到的 一般人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们今天也请学长教了我们一招 平常我们希望大家 我们到野外夜观 当然一定还是要有灯 因为这个很重要 你不要出去就骨折或什么 所以学长教的方法是这样 对 子流中间三分之一 然后大概就是开弱光的 让它指到前面的地上 找到第一只萤火虫了 虎山的萤火虫是黑赤银 老西因为要拍影片介绍 让它走进我的透明布丁杯里 翁的是两节光 它们就有 有有有 一节在上 翁的是一节在上 大部分我们看到的萤火虫都是男生 他们要出来发光吸引女生 不同的萤火虫发光频率也不同 看黑赤银懂刺懂刺 频率比较高 黄元银就显得温吞了一点 萤火虫男生只要看到别的男生在发光 就会很紧张的认真闪 如果看到女生在闪 他们更会努力用力闪 配对成功就可以各自带开去交配啦 这样看真的有点像蟑螂 但是因为萤火虫非常小只 看到萤火虫本人 你就不会这样觉得了 萤火虫是软壳的甲虫 飞翔时会打开吃鞘 展开里面的魔状吃 赏银时尽量避免去接触影响它们 技术不好的话 可能会把人家弄受伤 隔天 我跟台湾昆虫馆的老师们 来到新竹的峨梅乡 有一个它们的秘密赏银点 这里生态好棒啊 再往赏银点的路上 就遇到了很多小动物哦 这个缓慢移动的金针菇 是陆生蜗虫 蜗虫 蜗虫再生能力很强 水生蜗虫更是地表上 再生能力最强的动物哦 就算被切成小碎片 大部分的碎片 都能再生成一只蜗虫 陆生蜗虫 很容易因为污染死亡 可以看到它 代表这里的环境很好 是我超喜欢的 斯文豪士赤蛙 看它背部的翠绿色 斯文豪士赤蛙 美丽的混色花纹 让它跟环境融为一体 所以它感觉到危险时 常常是原地定格不动 因为不动更安全 但是必要的时候 也是很会跳的哦 缝隙里发现了一只鞭蝎 鞭蝎遇到金老师 会看出很臭的醋酸 我们请赛赛老师 牺牲一下它的手 哎呀 臭吗 来我来 等一下 哇好臭哦 很多人会把鞭蝎 污染成蝎子 但是其实它尾部 并没有毒褶针 只是会喷很臭的醋酸 哇 后退防御 哇你看它屁股举起来了 所以如果你不想很臭的话 还是不要惹它哦 潮湿的叶片上 发现了一只黑赤银 旁边还有一只毛茸茸的 胎儿幼虫 虽然下起了雨 只要雨没有太大 萤火虫还是会很认真出来 找女生哦 橙虫的寿命很短 要把握时间 有没有发现 左边的光 跟右边的光不一样呢 左边的黄光是黑赤银 右边带点橘色的光 是红胸黑赤银 不同的萤火虫 发光颜色也不同 萤火虫遇到危险时 也会装死哦 草丛中 发现了一只窗蝇幼虫 走路很快呢 陆生萤火虫 生活在潮湿 有植物的隐秘处 要保护它们 就要保护植物 如果砍掉一棵遮蔭的大树 就可能害死很多萤火虫哦 昆虫老西认真拍影片 带大小朋友认识各种生物 其实最最最希望的是 大家可以因为了解 亲近 而愿意去关心 保护我们的生态 看看这些美丽的生物们 你不会想要冷漠的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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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